香港夜景 香港夜繽紛 穿上街都可以做宣傳 很開心邀請到 Mersi老師去介紹一下花柳鏡是什麼 盤購本身都是從結城開始 功能性裡面去用 慢慢逐漸發展 長三一路發展的時候 花柳也隨著發展 了解了就立刻體驗一下 好 啦 A few moments later 行不行 我正在做這個曲位 LATER OK 我拍 我拍 你還是聽Mersi說故事算吧 我本身不是做服裝的 但因為我自己在演藝學院畢業 我自己都會編一些舞蹈給我的學生比賽 因為我都很喜歡創作原創的作品 所以我就在想 怎樣可以在學生的服裝上 可以做得更漂亮 都是覺得自己很獨特的 後來很巧合 可以找到工聯會的課程 認識了師傅 跟他學了16年 很榮幸 我們剛剛舉辦了 花柳工藝全城的師生聯展 都有超過7000多人以上 來參觀我們的展覽 很開心 很希望繼續推廣花柳下去 據我所知Mersi老師都入行16年 都是一個傳承人 去到近代 我們要去傳承下去的時候 要加入自己的想法 創新 甚至是加入一些 我們童年回憶的元素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你最近的一些作品 給我們認識一下 可以 我在材料上 運用了一些新的材料 這邊就是用了糖紙 這邊就是用了彩絲糖裡面的花 我從簡色開始 做了兩層 令到有凹凸的感覺 因為我自己都在香港 土生土長 我就想 夜繁分這個主題也挺有趣 不如就著這個主題 找一些相關的材料 很感恩 我剛才在香港設計的布行裡 找到這塊香港夜景的布 最後那四碼布都被我買回來了 我就做了這堆香港的花柳 同樣它是不對稱款的花柳 走出來的時候就很有歸屬感 亦都是覺得 將這個香港夜景 香港夜繁分 有關的主題 穿上街都可以做宣傳 如果大家想看到近當這些 這麼現代化 這麼有創意的花柳 就一定不可以坐過 Mercy Laws 接下來的花柳個人展 今天就很感謝Mercy Laws 跟我們介紹了它的作品和花柳的知識 都讓我體驗到製造一個花柳 原來的過程是這樣的 再一次多謝Mercy Laws 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你 好 那我們就下一集再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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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